一个中国人死后被做成干尸 以战力的姿势 摆放在泰国的死亡博物馆中最显眼的位置长达61年 并未贴上了食人膜的标签 而他被摆在这里的原因 是人们认为他即便是死了也不足以赎清身上的罪孽 这具干尸生前的名字叫做细微 原名黄立辉 是一名中国人 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内战爆发了 黄立辉的家里就只剩下自己和母亲两人 为了生计 母亲让黄立辉去泰国投奔叔叔 临走时将一把小刀送给了他 来到泰国 由于黄立辉不会泰国 但官变错误地将他的名字翻映成了戏物 黄立辉交不起十块钱的过关税就被托走 粗暴地替成了光头关进了小黑屋 小黑屋里还有很多像黄立辉一样的 关在这里的人都陆续被接走了 只剩下他蜷缩在角落 终于叔叔来接他了 景天刚好是新年 唐人街上到处张灯解惨 热乱的景象让黄立辉看花了眼 可这一切的热乱和繁华都与他无关 给老板干活 老板看了一眼他的拘留证 自此那个名字叫做黄立辉的中国人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在异国他乡 为了生活苦苦挣扎的细维 他在杀鸡店卖力地干活 以为从此可以活得像个人 可细维起早贪黑的忙碌 却只换来一碗白米饭 老板娘连菜都不给细尾吃 老板的两个孩子还总是捉弄细尾 把鸡血抹在他的白衬衣上 这天细尾正在埋头杀鸡 两个孩子又跑来捉弄他 把鸡的内脏往他的身上扔 细尾拿起到下壶那两个孩子 却被老板娘看到了 老板娘脱下母鸡狠狠地砸在细尾头上 两下子就给他砸晕了过去 请来后 趁着老板一家外出 细尾偷了他们的钱逃走了 离开杀鸡店后 他在一个工厂找了份搬运工的活儿 从小体弱多病且患有哮喘的细尾 扛着包裹走了两步就倒下了 又因为是中国人 工厂里所有人都瞧不起他 唯独一个小女孩没有 反而会倒水给细尾喝 还送给他一朵小黄花 细尾的哮喘越发的严重了 他拿着身上仅剩的四块钱去买了药 可刚出药店就遭到了工友们的欺负 一个小皮还把药扔进了水里 细尾也被推进了水坑 他慌忙地抓起了药包 可药包已经被泡烂了 药粉跟米水混在了一起 绝望的细尾抓着已经被泡成米水的药 抱头痛哭 可很快他就停止了哭泣 眼神变得无比的猙獰 细尾死死地掐着小女孩的脖子 任凭小女孩如何挣扎 也丝毫没有松手的迹象 他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了从前当兵师 长官要他掐死一个日本鬼子 他一边怒吼着一边死死地掐着脖子 从噩梦中醒来的细尾 发现小女孩就趴在他的怀里 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才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抱着小女孩一边痛哭一边说着 可小女孩已经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细尾将女孩的尸体抛到了荒山里 迟到傍晚才被人找到 说到消息的警察和记者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一个女记者在走访中 发现了心奇可疑的细尾便跟了上去 女记者在跟细尾的交流中 得知了细尾的真实姓名叫黄丽辉 并看到了母亲留给他的那把刀 但实在问不出什么 女记者便离开了 细尾的哮喘并越来越严重了 已经虚弱到扛不动包裹 老板看细尾实在是可怜 就给细尾结算了工钱 并介绍细尾去亲戚那里种菜 种菜这活比搬运工轻松多了 菜园自被细尾打理得井井有条 蔬菜也渐渐的涨起来了 虽然有几个小屁还会时不时的捉弄细尾 但日子却是越来越好了 可老天又给细尾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夜里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摧毁了整片菜园 看着夜年辛苦劳作的成果化为了泡影 细尾又一次绝望了 夜晚 病情加重的细尾躺在竹棚里止不住的咳嗽 那几个小屁孩却又跑来猪弄细尾 他起身追了出去 跟随小屁孩们来到了游乐园 却丢失了他们的身影 满腔弄火无处发泄的细尾 用一个红气球引来了一个小女孩 她将小女孩带到铁路桥下 想起以前当兵时 已经走火入魔的戏尾 拿起母亲送的小刀 一刀一刀地撕向小女孩的胸口 回到竹棚 她从布包里拿出小女孩的心脏丢进砂锅 然后双手合时默默祈祷 那沾满心血的双手 看起来是那么的讽刺 汤熬好了 喝起来的味道 恶心地让细尾有些作呕 她来到火车站打算逃离这个地方 却被一个警察给叫住了 细尾声色慌张地回过头 原来是她的小刀掉了 警察捡起刀还给了她 逃过一劫的细尾连忙说了一声感谢 便急匆匆地跳上了一列准备出站的火车 泰国警察抱着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从铁路桥下钻了出来 一个恐怖的洞赫然出现在小女孩的胸口 里面的心脏已然消失不见 警方经常出洞 却依然找不到任何线索 而此时细尾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他找到了来泰国时投奔的叔叔 想借点钱回中国 可是叔叔并不想借钱给他 只是给他一间房上暂住两天 细尾的病情又加重了 这次已经咳出了血 他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事都停止了咳嗽 看向了母亲送给他的那把小刀 细尾顾忌充施 用一个雪糕诱骗了一个小女孩 在一个佛像前掐死了他 一刀一刀地挖出了心脏 这时一个小和尚听到动静走了进来 细尾连忙收好心脏夺路而逃 却不小心将自己的目击和小刀 遗留在了山洞里 小和尚被尸体吓得连声尖叫 慌忙地跑出山洞找到了警察 警察根据现场的目击 确定了凶手是中国人 女记者也到了现场 一眼就认出了那把刀 他配合警方画出了细尾的画像 全城的警察倾巢出洞 此时的细尾还不知道自己被通缉了 他看到几个小孩在海滩上放风筝 情供又起了胆怨 风筝断了线 细尾捡了起来 将小孩引诱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准备下手 小孩察觉到了不对劲 挣脱了细尾的手 跑到了一个山洞里躲了起来 细尾一边咳嗽一边追了上去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就转身离开了山洞 小孩以为细尾离开了 便从暗处走了出来 可谁也没想到他就站在身后 根据小孩同伴提供的线索 警察来到了海滩 突然其中一人看到远处生起了一缕烟 大家急忙向那里赶去 可等警察感到是已经晚了 小孩已经被杀 细尾面对警察的包围还在拼命的反抗 这时女记者走上前喊出了她的名字 细尾愣住了 眼前竟出现了幻觉以为母亲来了 她把刀递给了女记者放弃了反抗 泰国警方为了快点结束这一系列的恐慌 并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小孩死亡案件 都推到了细尾的头上 并骗她只要认了罪就能回国 认了罪 你就可以回家了 绝望的细尾相信了泰国警察 在法庭上认罪了 但等待她的并不是回家 而是被制成了干尸 在博物馆站了整整61年 为她自己所犯下的和那些被强加的 并不属于自己的恶心而赎罪